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政权恐不保 经过十年的准备 中共政府25日宣布 全面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 这意味着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 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 所有的不动产物权都要被统一登记 不再由各单位管理 大陆媒体人黄先生对媒体记者表示 不动产统一登记再为房产税做铺垫 政府没钱了 要统计每个公民有多少房产 超过标准的就要收房产税 遗产税 大陆作家王先生认为 中共财政危机了 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征税 解决危机 巧立明目 把老百姓搞得更苦 中央社报道说 中国房产业和普通民众都担心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将便于政府精确掌握房屋权属关系 等相关讯息 成为房产税制定税率和如何征收的依据 同时 也预示房产税推出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近 著名媒体人王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该政策只会导致持有大量房产的人群抛售房产 而中共政府却希望通过刺激房产交易来提振经济 中共的这两个政策相互矛盾 有网友说 房产税一旦实施 房价马上就会狂跌 大家会以白菜价抛售 黄先生认为 中共官员大部分财产都和房产有关 不动产统一登记 会让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公开 政府没钱 就会对贪官名下多余房产收税 有网友认为 中共官员腐败形势五花八门 低级贪官存房子 高级贪官早就把财产转移到海外去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网红Jack家在河北省石家庄 近日他带着患有白血病的妈妈到台湾就医 他对两岸医疗制度 医患关系有哪些感触呢 Jack在油管Jack公开日记节目中说 他最大的感受是不可思议 他以呵护被治来形容台湾的医护人员 Jack两个多月前在节目中透露 他人在土耳其时 突然得知母亲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他赶回国带妈妈到北京医院就医 院方说花人民币170多万都不能保证治好 于是他和家人陆续卖房卖车筹款 没想到一名素不相识的台湾女子 在听到她孝顺的故事后 帮他们赴台就医 他母亲开始还以为这名女子恐怕是个骗子 后来才意识到他是真心帮他们的贵人 到了台湾医院后 主治医师跟Jack说 他母亲已60多岁 建议先以一款药物为吃 再评估要不要做骨髓移植 因为移植后期风险太大 Jack说此话一出 瞬间解除了全家的压力 北京医师曾说 如果不做移植 他母亲可能会去世 但手术又有风险 令他们纠结不已 医师还说 你们自费比台湾人贵很多 但会尽量挑自费里面便宜有效的药 Jack说 我瞬间想哭 医生替你考虑 替你省钱 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大陆来的 就推荐我们用贵药 台湾医院太替病人考虑了 这是他最大的感受 在台湾 不用看医生脸色 第一次知道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不伤 为你考虑 即使不是当地人 Jack说 台湾的护理人员也特别亲切 每次抽血都会说 奶奶抽血时会有一点痛 忍耐一下下 妈妈可开心了 不用担心医师护士心情好不好 不敢招惹他们 连医院志工都令他感动 一名志工对他说 照顾妈妈辛苦了 自己十年前得白血病 现已治愈 鼓励他健康活着最幸福 有妈妈陪伴最幸福 让他感动流泪 带母亲来台治病 他感到很放心 不像在大陆 得自己为母亲准备饮食 搞卫生 还经常被医院催着交钱 在台湾 先治病 治好再交钱 在中国 医生护士对待病人和家属 像对孙子一样 态度非常不友善 Jack红着眼在节目中说 为什么台湾人 对陌生人那么好 让他和家人很感动 中国大陆就业形势严峻 日前 李强在国务院会议上 强调稳就业 为救经济 不断对外资和民企喊话 外界注意到 李克强当年提出的地摊经济 又在中国多地重现 中共持续三年的疫情风控 造成中国生产停滞 消费停滞 商家纷纷倒闭 大批民众失业 车贷房贷断供 民不聊生 当局期望经济复苏 外界注意到 地摊经济又开始悄悄回归 北京也出现了所谓的摆摊经济 据报道 33岁的北京人刘秋文 原本是英语老师 因为疫情关系 他无法在实体机构上课 他听说通州这条街上的人流量特别多 允许在这里摆摊 决定尝试在后车厢市集摆摊 他在市集有三个摊 除了卖鸡池包饭 还卖章鱼烧与中国式的热狗 常常忙到凌晨一点才到家 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北京 上海青浦区 闽杭区也出现了上海摊 杭州也放宽了外摆限制 现在这种摆摊方式与当年李克强提出的地摊经济如出一辙 目的都是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 今年李强上任后 频繁参加与经济有关的公开活动 并不断对外资和民企的喊话 将进一步开放 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表示 中共专制体制扼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 导致大量人员失业 有观察人士评论指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将不可避免导致社会动荡 因为年轻人被逼得绝望了以后 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什么都不怕 所以中共当局害怕了 他鼓励青年到农村去 变相的上山下乡 因为城市没法容纳他们就业 老百姓被逼得没活路了 造成了政权不稳定 据悉 几名涉毒嫌犯 开车跑进南京茅小区 警方出动多辆警车到小区围捕 现场疑似传出多声枪声 24日 网上传出一段 南京七峡区茅小区 居民在楼上拍摄的视频 显示一辆警车 逼停一辆白色轿车 随后一名公安下车 来到白色轿车的一侧 现场随即传出 砰砰两声枪声 公安高喊 开门 紧接着又传出砰砰两声枪声 白色轿车突然启动 撞倒路边的路灯 公安吓得连忙跑回 躲到警车后面 片刻之后 车内一名黑衣白裤的男子 汽车逃走 他跑出很远之后 才有一名公安追过来 眼见已追赶不上 当地网友热传 事发地是南京市西霞区 万高桥雨景湾小区 据说被围堵的是贩毒人员 现场发生枪战 传闻称抓到三个嫌犯 跑了一个 后续多个视频显示 当晚小区内有多辆警车和大批公安进入 还有警犬参与搜捕 万高桥派出所一名公安称 当时有一名嫌疑人跑进了小区 公安是进去抓人的 人最后有没有抓住 还不方便透露 反正不在那边了 当地网友有些担忧 嫌犯抓没抓到 为什么不方便透露 说一下 好让大家安心 日前河南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在大雨天举行军训动员大会 该校领导在台上避雨发言 因发学生集体不满 他们齐声怒喊 下来你下来啊 网传的视频显示 天宫正下着大雨 学生们穿着雨衣站在操场上 一名校领导站在主席台上说 我与大家一起站在这里 站在风里雨里 这时站在雨中的学生们一起起哄 高喊下来 该领导又说 我非常理解同学们 有学生喊道 你理解你下来啊 25日郑州城市职业学院回应称 当时情况与网上流传的有出入 对于官方的回应 网友表示 下雨总归是真的吧 学生们再淋雨也是真的吧 由于中共官员一贯耍官威 想特权 民众对他们的观感普遍很差 此事传出后 网友纷纷留言赞叹 学生们真棒 比我们当年强 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 台湾民主党主席柯文哲日前率团访美 在华谷期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他认为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而台湾又位于第一岛链前线 因为地缘政治关系 美国现在很关注台湾 柯文哲表示 俄欧战争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但台海战争与俄欧战争有所不同 台湾海峡的天然地形使得运输很困难 他认为台海战争若持续两周 习近平的政权恐不保 至于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他认为美国现阶段恶阻中共的做法 但若持续既有的围堵政策 却没有想办法在本质上改变中国 如果中国不能转型成为民主国家 继续走下去一定会发生世界大战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